第598集,都是皮囊。 这是神迹还是天法之兆? 宇宙里各个地方都出现了类似的画面, 所有知道那些数字异议的人都在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有些善于谋略冷静之急的人则已经开始思考那一天之后的事情。 童言与赵拉月不同,对景久没有那种盲目的信心, 也不打算像他那样,如果那一刻真的到来,便会纵身一剑,便杀下去。 他做足了准备,才找到了沈家老宅,自然要把这件事情做完。 亭子里那个大到难以想象的立体棋局, 确实可以拦住他很长时间,却无法停下他的脚步。 那个带着力帽的老人看着桌子上的提包, 无奈地叹了口气,打开阵法的通道, 带着他走过长长时间,抵达了云雾最深处的那座宅院。 宅院的门无风而开,童言跟在立茂老人的身后走了进去, 便看到了更多的立茂老人。 有的立茂老人在与自己对异, 有的立茂老人在烧水煮茶,对着杯中的自己发呆, 有的立茂老人拿着硬硬的竹扫帚, 打扫青石上落着的竹叶, 有的立茂老人对着白墙上的隔窗作画, 画布上出现的却还是自己。 相信把那些立茂掀开, 看到的应该都是那样相同的, 古朴而丑陋的,满是皱纹的脸。 整个神家老宅里,除了这些立茂老人, 再看不到任何人, 茶废的声音,笔刷过纸的声音, 竹叶滑动的声音里, 弥漫着一种诡异的味道。 如果能够体味感知这种味道, 或者对修道有很大帮助, 童颜却是脚步未停, 继续向着宅院深处走去, 最开始那位立茂老人有些意外, 跟在他身后问道, 你难道没有发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句话是简单的双关, 童颜却没有从字面上做出回答。 他们都是复制人。 复制人不是生化人, 在星河联盟是被严禁的违法行为。 虽然这颗星球没有警察局于法庭或是各种伦理委员会, 青山祖师是万物之上的存在, 但终究是不对的。 宅院深处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依然到处都是带着立茂的老人, 如果尽情发挥想象力, 甚至可以把这里看作一个养老院。 立茂以及简单的不一就是这家养老院的院府。 一直走到宅院尽头, 看到那堵刻着满天神佛龙凤的白色巨墙, 童颜也没有找到他想要看到的痕迹, 女人的痕迹。 沈家老宅没有竹母, 甚至没有一个姓沈的人, 原来那个叫做沈云霾的公子哥竟然是如此孤单, 而且可怜。 童颜站在白色巨墙前沉默了会儿, 转身顺着墙下的家道, 走到了侧院。 侧院里有一座飞檐建筑, 一直跟着他的那位老人介绍说是博物馆, 据说青山祖师从祖星发掘, 修复了什么远古时代的文明遗存, 都会运回到这里保存。 那是真正的远古文明, 不是神明的年代, 那是我们人类真正的根。 他与别的立貌老人不同, 不是副制人, 而是生化人, 但同样把自己视为人类的一份子。 难怪在山道骑艇里, 他会被童颜用手提包, 威胁住。 沈家老宅毁了无所谓, 宅外的大镇毁了也无所谓, 那些看守老宅的成业镜强者死了也无所谓, 就算这颗星球毁了都无所谓, 这个博物馆里的东西可不能毁。 这间博物馆里有着极其珍贵的远古遗存, 有可能是画, 有可能是书, 有可能是游戏机, 也有可能是手办之类的东西。 如果换作别的时候, 童颜当然会走进博物馆, 流连忘返, 三月不知肉味, 但今天他有事情做, 于是用难以想象的自制力转向水池边。 在博物馆前有一个小广场, 有喷水池, 池畔有几棵大树, 池中间有几条长凳子。 童颜走到一条长凳前, 长凳上也坐着一位立茂老人, 童颜把提包放在脚边的地面上。 如果我挖了你的根, 你疼不疼? 那位老人抬起头来, 眼神沉静至极, 就像喜剑西尽头的水潭。 从外貌以及身体组织结构来看, 这位老人与沈家老宅里的所有老人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但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童颜感觉得非常清楚, 有人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看着自己, 通过这位老人的眼睛。 毫无疑问, 这个人就是远在祖星的青山祖师, 不愧是古往今来神时最强的人类, 隔着无数光年, 也能把意识传到此间。 你的底气? 中州派就剩我一个。 你要什么? 我要你的儿子。 我也不知道他这时候在哪里, 所以没有人能够找到他。 童颜看着立茂老人的眼睛, 你不会扔石头。 不管是青山祖师, 还是别的飞升者, 如果用力地扔一块石头, 肯定能把这块石头扔出大气层, 那么这颗石头最终会飞向宇宙何处, 便不会有人知道。 问题在于,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目的, 青山祖师没有杀死沈云霾, 便是要留着他有用, 怎么可能没有留下联系那座黑色战舰的方法。 我为那个孩子设置了醒来的时间。 多久? 三百年。 那我只能希望他给自己上了闹钟。 你觉得他把闹钟放在了老宅里? 我想安静地找一找。 沈家老宅里来了陌生人, 自然惊动了首阵的那些星河联盟强者, 碧蓝的天空里生起无数道白色的湍流, 那是物理隔离网正在成型的象征, 同时,树道极其强大的气息正在赶来, 只需要数息时间便能到山顶。 好,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 长凳上的立茂老人说完这句话便闭上眼睛, 这代表在祖星的青山祖师接受了童颜的条件。 直到很多年以后, 也没有人知道青山祖师的这个选择究竟是担心博物馆里的人类文明遗存, 被童颜炸成虚无, 还是这座沈家老宅真的寄托了他很多感情。 那树道强大的气息停留在山外, 没有继续向沈家老宅靠近, 应该是得到了祖师的旨意。 童颜对这种局面并不满意, 因为他不喜欢在别人的注视下找东西, 于是他提起了手里的行李包, 天空里的几位成夜镜强者以最快的速度飞离, 拉出数道笔直的云线, 很快便来到了星球的外面。 童颜转身望向水池里造型有些幼稚的喷泉口, 忽然摇了摇头, 唇角微翘露出天真的笑容, 跳到了水池的那一边。 他抬起右脚重重地踩向地面, 地面的青石板就像被风吹起的纸壳子一般, 向着四面八方散开。 他在老宅里行走这么长时间, 是在勘探阵法, 终于确定这里就是阵眼。 青石板开启, 露出一条幽深不见光明的通道, 喷泉的水顺着石板缝向下方躺落, 发出嘀嘀哒哒的声音, 和行李包里面的炸弹倒计时的声音, 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他提起行李包通道尽头而去, 衣媚随风而飘。 仿佛仙人, 没用多长时间便到了山腹深处。 这是一座特别大的洞府, 空气里弥漫着寒冷的味道。 石壁上隐隐可以看到厚达数尺的雪霜, 与青山的上德峰倒有几分相似。 实际上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冰库, 石壁上方悬挂着很多塑料袋, 看着就像是倒悬休息的蝙蝠, 散发出一种诡异而可怕的味道。 透明塑料袋的外皮隐隐可以看到里面的事物是人形, 带着浅浅的肉色。 看着这幕画面, 老人的脸上流露出难过的神情。 童颜挥了挥手, 一个塑料袋分开, 露出了一具人体。 他来到洞府的第一刻, 他便用神石扫过。 确实这些袋子里装着的都是生化人, 有着相似的接近完美的外表, 内部的构造却截然不同, 千奇百怪。 有的偏向机械方向, 有的偏向内修方向, 有的生物细胞已经被全部用某种晶石材料替换, 有的则完全变成了行走的武器。 他猜到了部分真相, 这些都是沈云霾的备用身体。 既然是身体, 谁用都可以。 童颜沉默了会儿, 明白了全部真相, 对那个叫沈云霾的家伙生出了很多怜悯。 由丹先生提供的信息, 他非常清楚沈云霾的故事。 在星河联盟的传说里, 沈云霾是身世神秘, 高贵无比的公子, 谁能想到他的那些修行学习身体改造, 所有这一切对于生命进化的努力, 甚至包括他的一生, 都只不过是一场实验而已, 最终只是等着被自己的父亲摘取美味的果实。 地面喷泉边, 坐在长凳上的那位立貌老人低着头没有说话, 童颜看着洞顶垂落的那些塑料袋也没有说话, 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与计算没有错, 也许这里没有闹钟, 但沈云霾这样的人肯定会给自己留下一线生机, 问题是内线生机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少爷在哪里, 但我知道现在他身边有个人, 我们只需要找到或者说唤醒那个人就行了。 跟着他走进洞府的老人轻声说道, 原来这位老人就是那一线生机, 沈云霾不知道那个人的存在? 那是我为少爷安排的。 为什么? 少爷脾气不好, 但对我不错。 这个理由很简单, 但简单的理由才有力量。 沈云霾为自己留的后路也就是这么简单, 他不信任所有人类, 却更信任这个生化人。 怎么通知, 或者说唤醒那个人? 老人没有说话, 向着牙洞挂着那些躯体镜头走去, 缓缓拉开一条塑料袋, 把手插入那个人类躯体的腹中, 不知道握住了什么事物。 下一刻, 一道极其微妙的气息 从那个人类躯体腹中生出, 轻而易举地穿透厚实的岩层 以及沈家老宅外的阵法, 向着宇宙的四面八方而去。 童言静静感受了片刻, 确认应该是某种中微子通讯方式, 信号非常微弱, 却能保持长时间的稳定, 这就意味着可以穿过扭绿空洞, 抵达本星系群的每个角落。 这也是你的安排。 老人的手臂在那个人类躯体腹中不停动着, 应该是在做某种调试。 老爷为了确保少爷不会被任何人发现, 所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那艘战舰在哪里。 按照相同的道理, 这既然是最后的安全措施, 那我也就不能让少爷自己知道, 不然容易出问题。 他为自己留下的不是一线生机, 而是一条不灭大道。 谢谢你对少爷的赞美。 既然你知道他出了事, 为何不启动这里的通讯设备? 老爷的傀儡看着喷泉池, 我无法进入洞府, 只能等着愿意救少爷的人来。 我原先以为少爷没什么朋友, 现在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 我不认识你家少爷, 只是算到他应该在沈家老宅留下一些什么, 既然他是位疯狂的诗人。 老人收回手臂, 在布衣上擦掉粘液, 认真地看着他。 你很了解少爷, 也很了解诗人, 而且头脑很了不起。 是的。 老人走到他身前, 看着他手里的行李包。 我真的很好奇, 你这样的头脑竟然设计出来了 怎样一颗炸弹, 居然让老爷都有些畏惧。 行李包里的炸弹 拥有着难以想象的威力, 可以直接毁掉一颗星球, 才能让远方的青山祖师保持沉默, 才能让那些成业镜强者远避。 问题在于星河联盟人类 从来没有发明过如此强大的武器, 只有推到远古文明时代, 又或者是青山祖师用舰队 组成青山剑阵那一次。 原理很简单, 童言带着老人转身向地面走去, 我把几百颗威力最大的多项核弹 放进了一个空间法宝里。 确实是极简单的原理, 人类文明历史上的那些炸弹, 威力递增靠的便是热压 与弹体外壳之间不断对抗。 外壳强度越大, 热压越强, 爆炸威力便越大。 最初级的炸弹便是这样做的, 然后逐渐升级, 直至多项核弹之后便再生无可生, 因为再也找不到能够对抗这种热压的外壳了。 谁想到童颜竟有这样的方法? 飞升前的那些飞升者 没能研制出来这种武器, 不是因为想象力不足, 智慧不够, 而是因为他们很难找到这样的法宝, 就算有, 想必也舍不得用。 能够作为数百颗多项核弹的外壁的空间法宝, 想必是朝天大陆修行界最了不起的法宝。 这时候, 在童颜行李包里的那个法宝, 是一个湖, 湖中自有天地。 事实上, 那个湖最初的时候并不是法宝, 而是一道道法。 当年苍龙化身镇魔玉在朝歌城里, 便是用这种道法困住了明皇。 离开朝天大陆之前, 童颜去了趟朝歌城, 在蝉子的帮助下, 把苍龙尸骸的胃取了出来, 又用麒麟的血做了二次祭脸, 便炼制成了这样一个虎, 然后带着他一道飞升, 离开了朝天大陆。